金庸武侠第一剑法的争论始终绵绵不休 独孤九剑 辟邪剑法 太极剑法都是有力的竞争者 但是如果这门剑法一旦祭出来 那些都要沟通靠边站了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六脉神剑 六脉神剑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因为这门剑法已经完全超出了独孤求败对于剑法的定义 按照独孤求败的说法 剑法从重剑 轻剑一直到无剑 大巧若拙 反谱归真 这似乎是一个哲学问题 但是六脉神剑超出了这个范畴 这种古怪剑法是直接从身体的六个穴围 直接发出剑气 离体攻击 这已经等同于弓弩甚至于枪械了 六脉神剑本是大理天龙寺 绝世密集 本是用一阳指为基础 用强大的内力催动无形剑气 进而伤人于无形的高深武学 六脉神剑并不是很复杂 只不过需要极高的内力催动剑气 所以修炼六脉神剑的人不少 但是真正炼成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创始人段思平 另一个就是开挂的段玉 用本音的话来讲 这本是武师墨学 那么也就是在五代段思平时期 肯定有一个武学盛世 当时之人普遍内力高深 深比此时高手内力高深得多 世奉五代乱世 那时候爵士高手如雨后村笋 如大理段思平 姑苏慕容容成 逍遥派创始人逍遥子 大宋赵匡印等等 这群人要么追求功名 要么钻研武学之道 多有成就 也为后世留下了无数的爵士秘籍 影响着后世几百年 但是从他们留下的武功秘籍来看 无不都是需要高深的内功来催动 像六脉神剑 斗转星仪 天山六阳掌等 没有高深内力完全发挥不出效果 大理段是留下的就是一阳指和六脉神剑 相比而言 一阳指是基础 六脉神剑是更高阶武学 但是两门武功本质都是一样的 以内力催动止力发出威力 而六脉神剑对内力的要求近乎苛刻 极少有人能够达到这种水准 后世人也只有是断玉开挂 才能勉强学会 断玉在天龙寺疗伤之际 恰逢大伦名王揪魔智败思 其实揪魔智以败寺之名来抢夺 天龙寺绝世秘籍六脉神剑剑谱 揪魔智深知天龙寺众人 没有一人能够将六脉神剑炼成 所以才胆敢孤身一人挑战天龙寺 断玉正是吸收了众多高手的内力 导致内力的真气流通不畅 被宝定帝送去天龙寺 此时断玉吸收的内力着实不少 在当时应该是远超乔峰 这也是为何能够在后来 与乔峰斗酒时 能够将酒逼出体外 正是因为拥有强大的内力基础 所以断玉才将六脉神剑修炼成功 而在断玉炼仇之后 骷龙大师就将六脉神剑剑谱分毁 不留给揪魔智任何的念想 也就是说剑谱已经在世上不复存在 只有活剑谱断玉知道六脉神剑修炼之法 断玉真正随意运用六脉神剑 还是在吸收揪魔智全部内力以后 他的内力才能随意催动剑气 发挥出六脉神剑真正的威力 但是随着萧峰在燕门关自尽 他们就各自回家 虚竹回到灵鹫宫做公主 断玉回到大理做皇帝 他们就基本告别武林江湖了 这种远程打击就算是独孤求败复生 也绝对不会是对手 大侠萧峰在看到断玉的六脉神剑之后 感觉忌惮三分 那是因为使用者是断玉 断玉不仅毫无武学天赋 而且连基础的武学意识都没有 更是缺乏战斗热情 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拿着一把突击步枪 也不会大有作为 饶是如此 萧峰看到之后 还是感觉急急发凉 如果是面对真正练成六脉神剑的断思平 那么萧峰很可能就是被秒杀的份 无法接招 无理还手 萧远山曾评论 萧峰武功千下无敌 慕容萧峰曾说 乔峰武功震所当事 乔峰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武功高强 乔峰武功为什么这么厉害的原因有很多 和他的师父教导 自身经历等等都分不开 首先 从乔峰武功来历分析 乔峰是少林玄虎大师的弟子 玄虎大师 给乔峰打下扎实的武功根基 同时 乔峰的悟性本就极佳 在少林寺中 乔峰不断领悟了少林派的武功 在玄虎大师的教诲下 参入出武学真谛 此后 汪剑通向乔峰传授了降龙十八掌 乔峰习得此功夫 使其功力又大为精进 其次 乔峰本身就绝顶聪明 乔峰能够快速掌握少林武功和降龙十八掌 就可以看出乔峰悟性超出常人 而乔峰将索学武功龙汇贯通 而他索学的武功又都是上乘的武功 经过龙汇贯通之后 武功的威力也越来越大 武功在乔峰身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最后乔峰身上的天生杀气 这一点是继承了乔峰的父亲 萧远山的 萧远山就是一个骁勇的战士 其战斗的精神在乔峰的身上得到了继承 杀气或者说是一个人的气势上 战斗中是非常重要的 一鼓作气载而衰 就说明气势给人的优势是不容忽视的 对此 虚竹断语来看 乔峰作为大哥 其长辈的气势就在心里 也给人一种压迫 同时 乔峰的战斗经验更为充分 战斗的技巧当然也比两人更为熟练 三人都是习得上传武功 但是乔峰的杀伤力综合来看 就是略高一筹了 萧峰在少林绝技上也是有一定造指的 只是他修炼并不多 这一项绝技也体现出 萧峰的武功出身 而萧峰也是慈悲心肠 用自己的性命换来两国之间的稳定 也算是对得起他的佛门出身 萧峰的武功再高 萧峰十八掌的威力再大 掌风再远 也就是一掌开外 而六脉神剑可以打出不止十掌 这几乎就等于单方面的虐杀 就算是对于个人武功的理解 到了极限 也无法想象六脉神剑的威力 段思平的武功不仅比萧峰高出一个档次 就算是面对扫地僧也有一战之力 甚至可以说一点破灭 六脉神剑完全有可能战胜扫地僧 那看似神话的三尺气强 三尺气强可以阻挡 萧峰降龙十八掌的全力一击 但是未必能够顶住 六脉神剑不停歇的进攻 虽然六脉神剑也需要强大的内力支撑 但是一旦内力修为达到段玉的水准 那么这种攻击可以持续很长时间 至少在段玉横扫慕戎副的时候 从来没有感觉到内力不足 这种攻击如果打在扫地僧的三尺气强上 很可能打出漏洞 从而一举取胜 六脉神剑号称当时的第一武学 可谓是明指实规 虽然对于内力修为的要求可谓是苛刻 但是就算你内力再强 如果没有六脉神剑这种神奇武功 最多也就是打出一仗掌风的地步 远远不能做到远程攻击 而一旦可以远程攻击 那么就意味着降维打击 就算对手再强也是必败无疑 就算对手再强了 就算对手再强了